每天给他一块钱,只要有一天不给,他便会记恨,每天给他一巴掌,只要有一天不给,他便会感激。 别人帮你,那是情分,别人不帮你,那是本分。 三个故事说穿了很多人,也很有道理,一,甲不喜欢吃鸡蛋,每次发了鸡蛋都给一。 刚开始,也很感谢,久而久之便习惯了,习惯了,便理所当然了,于是,直到有一天,甲将鸡蛋给了饼,也就不爽了,也忘记了这个鸡蛋本来就是假的,加上给谁都可以,为此,他们大吵一架,从此绝交。 二,有一年,很热的夏天,一队人出去漂流,女孩的拖鞋在玩水的时候,把拖鞋掉下去了,沉底了,到岸边的时候,全是晒得很烫的鹅卵石,他们要走很长的一段路,于是,女孩就向别人寻求帮忙,可是谁都只有一双拖鞋。 女孩心里很不爽,因为她习惯了向别人求助,而只要撒娇,就会得到满意的答复,可是这次却没有,她忽然觉得这些人都不好,都见死不救。 后来,有一个男孩将自己的拖鞋给了她,然后自己至少在那晒得滚烫,的鹅卵石上走了很久的路,还自嘲说是铁板烧。 女孩表示感谢,男孩说,你要记住,没有随时必须要帮你的,帮你是处于矫情,不帮你是应该。 女孩记住了男孩的话,自此以后学会了,对十一元首,的人铭记在心,并给你更大的回报。 很多时候,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好,一开始,感激不尽,可是久了,便是习惯了,习惯了一个人对你的好,便认为是理所应当的。 有一天不对你好了,你便觉得怨对,其实,不是别人不好了,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,习惯了得到,便忘记了感恩。 三,棒完,一只羊独自在山坡上玩,突然从树木中窜出一只狼来,要喝羊,羊翘起来,拼命用脚抵抗,并大声向朋友们求救。 牛在树丛中,向这个地方望了一眼,发现侍郎,跑走了,马低头一看,发现侍郎,一溜眼跑了,驴停下脚步,发现侍郎,悄悄溜下山坡,猪经过这里,发现侍郎,冲下山坡,兔子一听,更是这一般离去。 山下的狗听见羊的呼喊,鸡毛奔上坡来,从草丛中闪出,一下咬住那狼的脖子,狼疼得直叫化,趁狗唤气时,创黄逃走了,回到家,朋友都来了。 牛说,你怎么不告诉我,我的脚可以弯出狼的肠子。 马说,你怎么不告诉我,我的蹄子能踢碎狼的脑袋。 驴说,你怎么不告诉我,我一声吼叫,吓破狼的胆。 猪说,你怎么不告诉我,我用嘴一拱,就让他摔向山去。 兔子说,你怎么不告诉我,我跑得快,可以传心啊,在这闹嚷嚷的一群中,唯独没有狗。 真正的友谊,不是花言巧语,而是关键时候拉你的那只手。 那些整日围在你身边,让你有些虚小欢喜的朋友,不一定是真正的朋友,而那些看似远离,实际上时刻关注着你的人。 在你快乐的时候,不去奉承你,在你需要的时候,默默为你付出,关心你的人,那才是真正的朋友。 谢谢给那些过河拆桥并且不知感恩的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